一般人不走的偏僻山區 卻發現一具白骨 比對DNA是一名家住 臺中市太平區失蹤的陳姓女子 警方抽絲剝繭 追了近半年 抓到兩名嫌犯 其中一人和死者交往過 警方將人帶回犯案地點 還原案發過程 二十二歲陳姓女子 和二十三歲王姓男子 在網路認識交往過 不過王姓男子懷疑對方 疑情別戀 便在六月初時 夥同好友 二十六歲的王姓男子犯案 把女生帶到台南新化山區 痛歐打到對方昏迷後就離去 等到七月有民眾上山踩孤石 才發現死者 而用來打死女子的凶器 就藏在住家裡 穿著藍色羽絨外套的就是主嫌 檢方訊厚認為兩人涉犯殺人罪嫌重大 其有串陣之餘向法院伸壓敬見 台南定院裁定羈押禁見 痛下毒手的兩人犯後 逍遙了幾個月 終究還是得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 華視新聞劉漢生 蕭雅欣謝玉欣 台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我們在關閉的電話 蕭雅欣謝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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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泰 如果你們認為